內地有三文魚分會將淡水紅鑽納入三文魚裡 還說可以當刺身生食 分分鐘吃到整肚都是寄生蟲 那三文魚和紅鑽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一般人們看得到很難看 味道很純粗 三文是柔軟的 很美味 柔軟的 沒有柔軟的 三文魚的味道 基本上日本人也不能吃 日本人也不能吃 日本人是三文魚的分別 三文魚和三文魚的分別 很明顯 不能吃 寄生虫的危險性 師傅還說三文魚的顏色偏橙和淺色 成年紅鑽就偏紅色 肉身的脂肪分布也沒有三文魚那麼均勻 我們去過幾間超市 見到寫明是智利、挪威出產的三文魚 也有開宗名義賣鑽魚 不過外賣壽司店的三文魚 就沒有標明產地 如果真的吃了淡水紅鑽又怎樣呢? 因為本身淡水的生長環境 是多些有寄生蟲的 再加上其實本身這些寄生蟲 是可以在人體裡全面的 個人可以發燒、肚痛 九二九支經過了很多年之後 是可以引起膽管癌症的 淡水的任何魚類 其實都不可以做刺身的 這個人是多久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